我只知道在高雄次他執政不滿一年 就滿滿的人潮 湧上高雄街頭 表達對韓國瑜的憤怒 今天坦白講 如果我是高雄次長 我不要說五十萬 就算有五十個人 五百個人這麼激烈的 對我表達不滿 我認為我都要去解決這樣的民怨 不要說五十萬上街頭 你五千人難道不是市民嗎 苦民說苦是誰喊的 那世上苦人多 這些裡面有很多的民怨 你應該去傾聽 你應該去化解 你應該去想辦法去了解 甚至於沒有關係 你都可以去質疑他背後有什麼動機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對於一個新選上 特別是翻轉高雄十多年來 這樣的一個政治局面的 一個剛選上市長 你要罷免他那麼容易嗎 你要號召那麼多人上街頭 那麼容易嗎 你有沒有真的能夠深層的 去反省檢討謙卑的 去試圖去聽聽看他們的聲音 這些難道真的都動員來的嗎 我不要講別的 我光看到那個時候 拿那個光復高雄 那個貼紙 我要都要不到 你知道那個多搶手你知道嗎 各個地方連台北都有人在發 高雄更不用講 高雄一發發二十幾萬張 那你看到那麼多人 而且都是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 就是在地的這個臉孔 你高雄市長 難道不應該去看看說 到底這一年他們對我有什麼不滿 我應該做怎麼樣檢討 結果不是 我看到這幾天都是這個不斷的在挑釁 這些民眾 然後還講說這是民主遮羞部 我請問你你說人家是民主遮羞部 請問這些上街頭的民眾 有哪一點羞恥了 有哪一點是覺得說是民主的恥辱 你為什麼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人家呢 那你真的對這些高雄市民 你真的有一點點一絲絲一好好的歉意嗎 如果沒有我真的覺得這是台灣的悲哀 另外我覺得你今天去參加 這個博恩夜夜秀是一個比較輕鬆 威脅的這樣的一個幽默的方式 在處理這個對談 我覺得那都OK 可是說真的 我那天看到他這個盤腿跪著這樣走路 我看的有點難過了 我坦白講我們再怎麼樣 這是總統的選舉 一個總統的選舉 你可以細而不虐 你沒有必要到這種細虐的程度 我們今天參加博恩夜夜秀是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傳達你的理念政見 用比較龜邪幽默的方式讓年輕人知道 但是不是要你去把自己搞的這麼的 坦白講我覺得有點難過了 你有必要搞到說要去盤腿跪著這樣走路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吧 我覺得今天如果你參加的是那種什麼 這個全能達人秀 我趕快給他按一個紅燈 太棒了 不是 今天是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他去表達他的政見 結果搞到要跪在地上 然後更扯的是 你做一個總統格局 當那個主持人問他們 坦白講那個主持人問的問話是非常明確 而且沒有任何閃躲的空間 他問你對台灣威脅最大的國家是什麼 當然是中國啊 中國現在就好幾千顆導彈對著我們 他對我們威脅不大嗎 那你就直接了當講就是中國 我相信立刻現場響起掌聲 大家沒有第二句話 可是他光是講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 著躲又閃 閃到最後好像被逼到牆角 那你就讓大家看到說 你身為未來你想要當中華民國總統 你覺得這樣子人民會信任你嗎 面對一個這麼強大的一個壓力 假設你連在台灣面對一個博恩夜夜秀的主持人 你都不敢表達你的立場 請問未來如果你真的敢跟習近平習大大見面 你會是什麼樣的立場 我當然高度質疑你啊 所以坦白說我覺得看到這個 這個韓國瑜最近的這個表現 我一路上我就覺得荒窗走板這四個字 可是我也不會覺得高興 因為坦白講 我覺得從1996年那時候 那個第一次總統直選 那時候飛彈危機一直到後來 不管是陳水扁 馬恩久蔡英文等等 在競選總統過程中 沒有一次總統大選搞到這麼low 沒有一次總統大選搞到這麼細虐 那我覺得韓國瑜 我覺得他對高雄市民有虧欠 我認為他對台灣人民也有 也需要道歉